这是心经解读的第三期,这期的内容非常重要,比第一期和第二期加起来还要重要,因为这期要揭示涅槃的真相,所以会触及到佛法的核心本质。 如果你能真正的理解本期的核心内容,将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震撼,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你今后的人生。 不过这期的理解难度也是非常高的,会高过前面两期,而且信息密度也很大,以至于很多本来应该展开解析的内容都没有解析。 这一期的内容非常多,会分为上下两集来做。 开始的时候我先讲一些关于对文字理解的问题。 我们对文字的理解一般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知其字而不知其意, 就是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它们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 接触心经的人绝大多数都处于这一阶段,很多人虽然经常诵读甚至是背诵心经, 但对它是什么意思却完全不了解。 第二个阶段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就是搞清楚了它的字面意思,但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字面上很多对心经的解读都只是在试图搞清楚字面意思, 但这只是试图,还不一定能真正解决。 至此解决了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因为你只在字面上理解而已并没有深入地去探究它的本质。 第三个阶段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在这个阶段,你不仅知道字面上是什么意思, 还知道它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完全明白文字信息背后的本质, 甚至还可以反过来修改文字, 使其表达更精确。 这一期对涅槃的描述会从第三个阶段入手, 也就是从涅槃的原理和本质出发, 然后再去讲心经的内容, 以其相互印证。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期的内容会比较难理解, 而且内容很多的原因。 但是,你要是真正的理解了, 这将是你看过的最有价值的知识。 语言的描述是有局限性的, 通过语言来沟通理解, 需要建立起一定的共识。 比如,有人跟我说法语, 那我就完全无法理解他, 因为我没有学过法语, 没有办法跟他通过法语建立共识, 所以没得聊。 我必须通过学习法语来跟他建立起共识, 才能知道他在说什么。 此外,语言的共识不仅仅在于 对语言本身的学习理解上, 还有对事物认知的共识。 比如,我给你们描述一个颜色, 我直接说那是乳白色, 我想几乎所有人都马上明白是什么颜色, 甚至脑海中都已经有画面了, 因为他们见过太多乳白色的东西了。 但是,如果我说那个颜色是我手机壳的颜色, 你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没有人见过我的手机壳。 好吧,我来公布一下答案。 其实,我手机壳的颜色是空, 因为我压根就没有手机壳。 为什么我做佛法相关的内容一直坚持以常识和逻辑为基础? 一个是为了保证准确性。 当然,不一定是绝对准确, 但是相对来说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准确性。 还有就是, 这是我跟观众和读者之间建立共识的方式, 通过这种共识去真正地理解事物的本质, 而不是单纯地接受了一个说法或是一个概念。 现在很多人对佛法的理解, 只是接受了某个说法或是观念而已。 有位老禅师曾经说过, 所有的佛法理论都只是指向月亮的手而已, 你只有在理论之中看到那个理论之外的月亮, 才算是真正地理解了那些理论。 另外,这句话其实还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那些理论必须是正确的, 如果理论本身有误, 那只手就不是指向月亮, 而是指向了某个不知名的大坑。 现在有那么多的佛经理论, 却是一个末法时代, 莫非。 在上一期, 我讲到了心经的核心就是涅槃, 这一期要讲的心经的内容, 就是对涅槃的描述。 但是相关的描述却非常的怪异, 它里面没有直接告诉你涅槃是什么, 反而连续地用了像不、 无这样的否定性词汇, 做了一连串的否定性描述, 好像它不告诉你涅槃是什么, 只是在跟你说涅槃不是什么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要用一连串否定性的语言来描述一样东西? 真相是, 当我们要描述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的一个东西, 并且, 这个东西跟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东西都很不一样的情况下, 才会这样。 如果我看到了一种颜色, 但这种颜色从来没有人见过, 有人问我这种颜色是什么的话, 我大概可能会说, 它不是绿色, 不是红色, 不是黄色, 不是蓝色, 不是黑色, 不是白色。 不过, 使用这种说法有可能会被人打。 实际上, 对于《心经》中这段对于涅槃的文字化描述, 把它翻译成白话文, 把意思都解释清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像如果你们不动手, 让我安静地把各种颜色都否定满, 你们依旧无法理解我说的到底是什么颜色, 只是知道我说的不是你们见过的颜色而已。 同理, 如果只是弄清楚那些文字的表面意思, 你依旧无法理解涅槃, 只是知道那是一种你从来没有过的体悟而已, 想要真正完整地了解涅槃, 就得亲身去体悟涅槃。 那就是为什么在佛法中经常会提到这样的说法, 要自主去亲证, 去体悟。 一般来说, 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修行上, 一心一意地追求觉醒解脱, 努力地用功精进, 在正确的方法指导下, 大概差不多五年左右, 将有可能体悟到涅槃的神奇境界, 到那个时候, 你将能亲身体验到佛法的终极奥秘。 如果五年内还是无法体验到涅槃, 那说明你还不够努力, 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不够用功精进, 又或者是你使用的方法不对,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业力太重,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清除。 有人可能会说, 才五年, 我学佛十年, 好像都没有体验过什么是涅槃, 这个很正常, 当你使用学这个字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把佛法当成了某种知识概念之类的东西, 这已经不是方法的问题了, 你连它的领域都没有搞清楚, 别说是涅槃, 连出产你都不会体悟到, 不要说十年, 哪怕是二十年, 你也只是学了个寂寞而已。 想要了解涅槃, 除了修行这一条路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那就是在理论上的解析, 这也是我现在所做的事,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省时间, 不需要花上好几年去修行体悟, 缺点是你需要具有一定的思考分析能力才能理解它, 当然, 它最大的缺点是, 哪怕你在理论上理解它了, 也并不能让你解脱, 理论的理解能对你造成的最大改变, 就是让你走向修行之路, 想要正面直接地解析清楚涅槃, 就得先知道涅槃的本质是什么, 涅槃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 如果我们能将这种意识状态描述清楚, 就能在理论上对涅槃有比较清楚的认知, 想要了解涅槃这种意识状态, 就得先对意识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人类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身体, 另外一个则是意识, 如果意识没了, 身体无论是冷藏保存还是自成标本, 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如果身体没了, 意识不灭, 它能够以一种封建迷信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所以说, 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人类的意识由两部分组成, 说是两部分, 其实是一个方便的说法, 更准确的说法是, 人类的整体意识是由一个意识和一部分意识组成的, 其中的一个意识是显意识, 而立脉的那一部分意识是潜意识, 我们先讲显意识, 显意识是一个单一的个体, 在其他地方有可能被称为意识或者是表意识, 它具有以下三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第一, 显意识不产生任何信息, 第二, 显意识不产生任何具体性, 细节性的行为, 第三, 它就是你, 我们先从第三点说起, 为什么说它, 也就是你的显意识, 就是你呢? 要解析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些难度的, 因为这个东西有点抽象, 不太好理解, 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的比较好理解的角度来说明, 当你睡着时, 这个时候你处于一种所谓的无意识状态, 这种无意识状态正是因为你的显意识关闭造成的, 当你醒来时, 就意味着你的显意识从休眠中开始活跃, 当我们睡眠或者昏迷的时候, 处于一种所谓的无意识状态, 显意识处于关闭状态, 它是不工作的, 当我们清醒的时候, 显意识则处于一个活跃的工作状态, 你越清醒, 它越活跃, 这么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一些了, 接下来我们讲关于显意识的前两个特性, 第一, 显意识不产生任何信息, 第二, 显意识不产生任何具体性细节性的行为, 为什么我要先讲第三个特性, 再讲这两个特性呢? 原因在于我在讲第一个特性的时候, 就已经暗示出了一个佛教中极其重要的说法, 故意留出点时间看看有没有人能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说法就是自信空, 或者说是自信清静, 当代表我的那个显意识本身不产生任何信息, 并且它也不产生任何具体的行为, 从基本的常识和逻辑来判断, 这不就是自信空吗? 当我在发现显意识居然有这种空的特性的时候, 有些被惊到了, 再后来我隐约感觉到好像佛教中的某些说法有类似描述, 就去对比验证, 从那以后我就比较容易看懂佛经理论了, 因为我意识到那个月亮是什么了, 虽然自信没空, 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你是发现不了的, 因为这个说法其实是反直觉或者说是反感觉的, 它跟你现实的感觉是明显违背的, 所以你很难发现这一点, 在异常情况下, 在我们的意识中, 经常会有不受控制的念头想法, 还有各种感受, 各种情绪, 各种的爱恨情仇, 当我们没事干闲下来时, 又会各种的无聊, 老想找点刺激, 不然就容易陷入到各种空虚寂寞冷中, 哪里有什么空, 想要解析本我的空性和现实感受相悲的问题, 我们需要在潜意识里寻找答案, 关于潜意识的特性, 远远要比潜意识要复杂得多得多得多, 可以说是浩瀚无边, 我们只会讲其中一小部分相关的内容, 前面我们讲了潜意识是一部分意识, 而不是一个, 原因在于潜意识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个体, 它是一团或者是一堆东西的聚合, 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词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远, 没错, 就是五远接控的那个远, 其实远这个词还不够精确, 有一个更精确的属于数学概念的词能更好地表达, 那就是集合, 潜意识就是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东西混在一起的大集合, 潜意识是一个集合, 五远是一个集合, 五远的每一个远也是一个集合, 如果你对初中数学的集合概念有一定了解的话, 就知道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了, 潜意识是一个巨大的黑箱, 里面的绝大多数内容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 都是不可知的, 只有极少量的信息进入到显意识后才有被知晓的可能, 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们在潜意识中感受到的那些信息, 仅仅是五运中所产生的比较强烈的一小部分信息而已, 在潜意识中有一种非常核心的构造模式, 就是算法程序, 这些算法程序会执行特定的功能, 比如我们随便说上一句话, 就要涉及到嘴巴附近的多块肌肉和舌头之间的极其复杂的配合运作, 但是你不需要有意识地在细节上完成这一整套复杂的过程, 因为整个过程都是由潜意识的特定算法程序完成的, 里面所需的算法, 在我们学习说话的时候就训练好了, 可以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由这些算法程序完成的, 这些算法程序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类似于固定编码由基因决定, 比如我们先天自带的或者说是本能的东西就属于这种类型, 还有一种是通过后天接收到信息和定向引导而训练出来的算法, 比如我们后天学习的语言、技能以及形成的思想观念都是这一类型, 就跟现在的人工智能算法形成一样, 准确地来说应该是反过来, 人工智能算法的形成跟它一样才对, 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就是根据人脑这一特性研发的, 计算机智能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固定编码阶段, 用代码来实现固定的算法, 编写某些特定功能的程序, 第二个阶段是通过信息加定向引导训练来形成算法, 也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 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终极阶段, 那就是…… 不好意思,我好像有些跑题了, 我们再说回来。 潜意识是由无数算法构成的, 就目前的观察分析来看, 最少五润是这样, 这些算法几乎完成了我们已知的所有的具体的事情, 比如产生各种各样的信息, 执行各种各样的行为动作, 所有信息的分析处理, 情绪、情感、欲望、兴趣的产生,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潜意识在干的。 哦,对了, 你现在的想也是潜意识在想。 关于潜意识的这些算法, 有几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特性。 第一,这些算法形成了人性的复杂性,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 构建了不同的算法,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人性。 第二,这些算法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必要的垃圾。 他们在佛教中有一个专属名词, 叫做夜。 第三, 这些算法的运行消耗了大脑的绝大多数能量。 人类的大脑一直都是高耗能的家伙, 问题就出在这里。 由于篇幅的原因, 这些就不再展开解释了。 了解了潜意识后, 发现潜意识把具体的活都干了, 那潜意识还能干什么?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可描述的关系?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潜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时, 潜意识是一个核心掌控者, 是终极的主宰。 它从潜意识接收各种信息, 然后再利用潜意识进行分析、思考、判断, 再操纵潜意识进行相应的反馈。 潜意识对潜意识具有完全的控制权, 能够完全地控制潜意识的力量。 潜意识的任务就是给潜意识 提供信息, 接受潜意识的控制, 全心全意地为潜意识完成各种具体的任务。 以上说的是理想的情况。 然而, 现实的情况并不是理想的情况。 现实的情况是, 潜意识虽然能够控制潜意识, 但是这种控制力并不怎么强, 并且, 潜意识也在同时影响, 甚至是反过来控制潜意识。 潜意识对于潜意识的影响和控制, 在佛教的理论中被粗略地分为两个大类, 那就是贪和称。 还有一个更详细的分类版本, 叫五盖, 这个我就不展开说明了, 潜意识对潜意识的这种控制, 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解答前面潜意识中那个反直觉的问题了, 代表我的潜意识不产生任何信息, 但是, 我们却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并且还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 原因在于, 这些信息会在潜意识中产生, 进入到潜意识中。 这些信息非常的庞大, 但通常情况下, 我们只能觉知到比较强烈的那部分信息。 这种情况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当潜意识的信息进入到潜意识, 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 你会认为这些信息就是你, 就是你的, 从而去认可它们, 进而受到它们的影响, 被它们所操控, 成为它们的奴隶。 这种错觉, 就是佛教一直在告诉你的虚幻不实, 或者说是幻想。 这种错觉, 也有一个专属名词, 叫做无名。 还有, 潜意识不能产生任何具体的行为, 所有的具体性的行为, 都是由潜意识实现。 潜意识只负责指挥,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你只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而已, 并不意味着你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行为, 因为你不能很好地掌握潜意识, 反而经常被它所控制。 在现实生活中, 那些缺乏自律, 注意力难以控制, 总是沉溺于各种欲望和幻想, 无法控制制止行为的人, 就是被潜意识严重反噬的典型案例。 在我们上面讲到的意识模型中, 透露出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 绝大多数人从出生到他死亡的那一刻, 都不曾知道真正的他到底是谁, 也不曾有过真正的自由意志。 当代表我的那个潜意识处于活跃状态时, 潜意识也处于活跃状态, 潜意识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信息映射到潜意识上, 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错觉。 认为这些信息就是我, 然而并不是, 你以为的我只是潜意识中各种信息渲染出来的而已。 当你认可这些来自潜意识的信息是我时, 你就会受到它的影响, 被它所操控, 你就失去了你真正的自由意志。 正因如此, 才会有佛法所说的解脱之道。 如何才能看到真正的我到底是谁? 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请看下集。